竹種杯半準決賽 爭取衛免的潔志對港會 兩隊在旺角牆爭奪最後一個四強席位 藍衣衣的潔志和白衣軍港會 雙方都在首圈輪胸 勝出的一方會在準決賽鬥東方 至於另一場的四強由李文對深水埗 開球早段時間 潔志的角球機會找到入球方法 入球的是羅拔濤 接應鄭展龍的傳送投錘頂入 潔志只開球五分鐘的時間領先 這個入球亦是羅拔濤今季各項賽事的第一球 潔志和港會今季兩次交手都是超級聯賽 潔志是雙殺對手的 包括在季初在旺角場狂掃八隻光彈 上個星期也在作客的環境下贏三比一 他們在領先之下一直按住港會來踢 陳俊樂這個攻勢無功而還都不緊要 接下來的時間 港會曾經是一段想找攀平方法的機會 這個攻勢就是來自劉鶴銘和李奧的配合 不過這個攻勢也僅僅是高出的 王振鵬在整個上半場就要有兩個的危機在他身上出現 這個攻勢就是來自簡家克 推了一段路程進去禁區邊緣 面對著羅拔濤也是僅僅是高出的 上半場就憑著羅拔濤的一個入球 潔志是以一球去領先的 潔志由2月中捧走銀牌的冠軍開始 他們在各項賽線是連贏五場的 在半場領先一球之下 他們在下半場可以說是不斷按住來踢 希望是盡早將這個優勢拉開 這個罰球機會也是被廢查化解了 接下來的時間 明家索夫和陳俊樂的配合也都是無功而還 陳俊樂在這場比賽是第二腳的射門 一直捱打的港會 接下來的時間又要接招了 這個攻勢傳賣例 迪米勞夫起腳將攻勢變入球 這個入球也是這位烏茲別克射手 今季各項賽事的第四球 當然要多得潘佩軒一個妙絕的傳送 令到這個攻勢變入球 入球的時間是82分鐘 潔智能夠找到第二個入球 雖然接下來的時間 這個攻勢也被廢產在門口化解了 不過也沒有緊要 因為兩個入球足夠令到潔智能成功地 將這個勝仗拿到手 2比0成為最終的比分 最終結智能夠順利地晉級 將會和東方爭入決賽